这里是周末的多伦多万景市的主街 可能是叫老街吧 现在大概是下午4点10分的样子 这里每个餐馆都在排队 坐在树下喝喝啤酒 还是挺不错的 我是海叔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怎么在加拿大找小学 这可能是很多新移民 不管你是陪读过来的 还是工钱过来的 拿着枫叶卡过来的 带着孩子的家庭 首先考虑的 我在哪落户之前 我得先看看 来地方的学校是否我的孩子 这都是不接受定位的 就是说你必须walking的餐馆 这餐馆基本都是这种样的 想定位的人太多了 这下面是停车场 设计还是蛮合理的 只不过到了周末 停车的确还是很紧张 接下来就是这个七八月份 很多这个华人家庭 可能要登陆加拿大了 那么若你的孩子 正在小学阶段 那么这个视频就适合你 今天还是专门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在加拿大呢 找一个合适的小学 海硕的微信号呢 是Qstudy99 很听的名字就知道去学习99嘛 所以呢 海硕一直在从事这个教育相关的工作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 加拿大的移民生活感兴趣 可以关注海硕的微信 好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怎么在加拿大找一个适合你孩子的学校 那么首先你要明确两个基本的知识点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这边的学校 在同一个时间盖的 那么它的硬件上面 不会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第二个呢 不管你是新学校老学校 它的师资配备也是差不多的 不会出现中国那种掐尖式的 重点学校就把全市最好的老师调过来 然后投入最多资金 干一个各方面都超级棒的学校 这个呢 在加拿大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的学校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到乡村 它的硬件条件都是一样的 老师的配比呢 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别 那么明白这一点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 真正决定学校好坏的 其实是学生的家长 是学生的家长 大家就这一点 尤其是小学 学生家长的数字 决定了这个学校的水平 所以你会发现呢 就是说呢 这个当地人比较喜欢的学校 有时候它排名并不高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往往呢就周围的房价非常的贵 因为有追求的家长一般经济条件不会太差 不会混得太差嘛 那么这样他买房子呢 就买的比较贵一些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 在一些这个离市中心比较近啊 可能当店比较多的 很漂亮的社区 它的房价未必比新区来得来得高啊 因为新区呢 一个房子是新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 有大量的新移民 新移民 那么新移民呢 尤其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和印度的这个家庭的新移民 他们对孩子学习啊 重视程度 尤其是学术方面重视程度呢 还是要高过当地人的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这些不管是当年口碑中间的 还是排名高的 这些学校可能华人学生比例会非常的高 百分之六十都算少的 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也有少数呢 可能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 但你再看一看 另外百分之四十可能是印度学生 这就是现状 如果您的孩子呢 就是说一二三年级 其实没有关系 他们这种学校很容易呢 语言这一关很容易过 但如果到了四五六年级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但是呢 这也没有太多选择 凡是你看得上的学校 您记住 哪怕是白人为主的学校 这个华人学生呢 总会有那么一定数量的 而一个孩子呢 他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环境 他只要有三五个 能跟他说同样语言的朋友 他肯定就不太愿意去教 说英语的朋友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不要因为孩子的这个语言能力问题啊 刻意的去回避华人学校 这个没有太大必要 因为你要知道华人孩子多的学校 他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呢 他们的孩子其实原则上呢 不太愿意说中文 只不过呢 那如果他跟你交了朋友 对吧 比如说三五个孩子交了朋友 其中有一个人英语不好 那么其他人呢 就会都改说他说的流畅的话 否则大家想想看 聊个话题聊一半 你跟不上 你也没办法跟人家一起玩 那么在这些华人学生多的学校 也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家长往往是有微信群的 这样呢 你有什么问题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就是在微信群里 获得其他同学家长的这个指导和帮助 这个点非常重要 因为西方过来之后 你学校里很多你可能是不清楚的 如果你跑到一个白人为主的学校 你可能就会怎么样 你可能就发现一种 两眼一抹黑的感觉 就是说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你孩子不跟你讲 然后呢 这个学校邮件 你可能看不明白 对吧 很多词可能不一定理解 然后你想问其他家长 对不起 你一个都认不得 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决定一个小学好坏的 主要是家长的这个层次 那么这个层次呢 跟这个经济条件里有一定的关系 但不是必然联系 也不是说家长钱越多 对吧 这个孩子数字就越高 然后对您孩子影响就越好 相反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就一个平衡点 就是说你不要去那些 你你自己家 你的这个经济条件 相差太大的区域的学校 我举个例子 这个温熙 大家都知道温熙是世界级的富人区 那么这里的话呢 顶级富人是把孩子呢 送进了这个当地私校 那么公校的话呢 也有很多这个家庭呢 因为私校没位置了 对吧 把孩子究竟送去入学 如果您家的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你可以在当地住到比较便宜的房子 比如地压室对吧 或者这种后巷屋 所谓后巷屋呢 就是以前车库改造成的一个住宅 那么当家长去这个温泄学校 这个停车场接孩子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周围家长开的全是宝马奔驰最顶级越野车 而且这还算是中档的啊 网上还更高档的对吧 啊 这些一些小众品牌的一些顶级的这种跑车公司处的一些这种豪华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你可以想象你作为家长心理压力是不是很大 同样呢 你孩子教了班上同学做朋友 那么这边的习惯就是小学生对吧 那么生日时候搞party 那到人家家里去玩 人家家里搞得跟宫殿似的 那么然后回到自己家里呢 是一个住来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房间 对吧 那么这个心理上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 这对孩子成长其实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不管这个学校多好 这种心理压力都不利于孩子成长 所以呢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呢 应该首先选择一个适合于家庭经济条件 居住的一个城市 因为这里不管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 都是指一个城市群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城市 然后在这个城市内部 在你确定一个小的城市 比如说列治文啊 对吧 或者这个南苏里啊 确定了这个区域之后 再找什么 再找当地 相对比较知名的学校 这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选择方式 没必要呢 就是说冲着整个大温地区 或者大多地区 要找所谓排名最好的小学 因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小学 你知道吗 这种排名也是绝对的不科学 和不准确的 所以呢 这里呢 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 怪话呢 第一个 不要盲目的排斥华人多的学校 那么对小学生的来讲的话呢 这个语言环境 你全老外的环境 和有华人孩子环境其实差不多 基本都是一年时间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注意呢 不要找离自己的经济条件 相差太远的区域 所以呢 你基本上看一下房价 看一下华人的聚集区 你就可以知道该选什么学校了 好 那么海苏呢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下一期呢 我们来聊一聊怎么选中学 后面呢 海苏还会和大家聊一聊 怎么选这个 作为国际学生 应该怎么选学校 我的微信号呢 是Toolstudy99 请大家记住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个赞 留个言 转发给更多朋友 最后呢 请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